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3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由瑞穗香农会主办的又见花香半城马拉松赛事 23号上午是在贺刚国小起跑 也为下个月登场的文旦季产业活动来暖身 而沿途除了经过不少瑞穗文旦园之外 而且也提供在地的农产品为选手们来进行补给 除了让跑友深入认识瑞穗赫刚文旦 也更感受到赫刚幼层浓郁的人情味 鸣声响起往前冲 跑友们起个大早沿途经过文旦幼 包揽一个个成熟将采收的文旦幼 也经过了赫刚等等部落 大家享受流汗的快感大呼过瘾 这是瑞穗香农会主办 又见花香半城马拉松 在赫刚国小起跑 为下个月登场的文旦产季来活动暖身 就连瑞穗香农会的总干事黄胜黄 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农粮署署长胡忠一 以及麻豆总干事孙慈敏等都来跟着跑6公里 以及12公里来支持瑞穗文旦 我们的文旦幼 我们的文旦幼是水果里面 维他命C最高的 我们的文旦幼的维他命C 是百香果的三倍 是苹果的八倍 所以如果要涉及维他命C 它对人体很健康的营养素的话 我们的文旦幼是在地的 而且我们瑞穗所生产的这些文旦幼 在台湾的产量BOA 第一是麻豆 所以我们这里所生产的是最优质 全世界最优质的这些文旦幼质 瑞穗农会总干事黄胜黄说 借由活动向消费者宣传 文旦产季正式开始 今年赫钢瑞穗文旦品质一样优质 农会也特别举办了一系列文旦推广的活动 邀请各地乡亲来共享盛举 记者高双双瑞穗采访报道 双瑞穗织悬 下属